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新的节目 叫做STEM生活解码 这个节目讲什么呢 就有我STEMSIR和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中里面有什么STEM的元素 既然是第一集的话 当然是找一些小朋友和大人都喜欢玩的玩意 介绍一下吧 那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的爆船陀螺 爆船陀螺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相信很多现在你做父母的爸爸 小时候也玩过 甚至乎现在的小朋友 小学生甚至中学生都有玩这个爆船陀螺 究竟爆船陀螺为什么这么吸引小朋友去玩呢 先问一下大人 以前是否因为看卡通片 所以就玩这个爆船陀螺呢 我相信有很多都是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有玩这个爆船陀螺玩意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爆船陀螺有这么多款 你怎样去选择一个适合小朋友用的爆船陀螺呢 是不是卡通片有那个 你就买那个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STEM的角度去拆解 简单来说 爆船陀螺现在是有几个部分 分别有第一个最顶的 这个我们叫做攻击环 中间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轮盘 是的 有些是金属的 有些有胶的 还有一个叫做軸心底盘所组成的 那基本上一个陀螺是有很多不同的组合的 那我先简单说一个爆船陀螺的攻击环先 那很多时候呢 爆船陀螺的攻击环有分几类型的 就会有攻击型啦 防手型啦 和持久型的 不要想到另一样东西啊 是爆船陀螺的攻击环啦 攻击环呢 基本上呢 如果是攻击型的话呢 你用手指去摸它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到的了 你会看到它呢 周边呢 是怎么样呢 起角的一些位置呢 会刺手的 是的 那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像呢 就是将它旋转的时候呢 撞击到别人的爆船陀螺的话呢 这些起角的位置呢 就会令到别人的速度会减慢的 那从而呢 就是呢 可以令到别人的陀螺 减慢了啦 那它便会甚至乎呢 可以做到呢 就是击爆胜利 所谓击爆胜利呢 就是撞击它 令到别人的陀螺爆起 那样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攻击型的爆船陀螺呢 大部分呢 都是呢 攻击环呢 是尖的 起角的 而有些呢 就会比较呢 就是接近这个圆形的 那圆形呢 你摸下去的时候呢 是不刺手的 比较滑的 那原因呢 就是呢 人家如果撞击它呢 就是说呢 它没有一些突出来的边呢 可以令到它呢 可以令到它呢 减慢速度的 那所以呢 可以达至到呢 防守的效果呢 那而呢 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叫做呢 持久型的 那在陀螺里面呢 本身呢 可能呢 就像一个圆形 那而有些位呢 就会怎样呢 有些起角的 那甚至乎呢 有些装置呢 是会怎样呢 彈出来的喔 那就可以呢 就是达至到呢 攻击和防守呢 就兼备的 那既然呢 既然呢 款式有那么多啦 那呢 其实呢 你看那个 中间的轮盘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的 那有一些的朋友仔 那就问我吧 哇 它有那么多款 我就要买很多个 爆船陀螺 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下 你买那么多的话 第一就是 那小朋友玩的时候 他玩得有没有价值呢 那 何为有价值呢 如果呢 有学过一个 STEM的精神的话 我们分几种的 那其中一个呢 我们叫观察 观察呢 这个技能呢 就是在科学里面的 那么科学的技能里面 其中一个叫观察 很多科学家都有的 那为什么你要观察呢 观察一下那个陀螺它的外形 是的 究竟是怎么样 观察它的轮盘是怎么样 有些的轮盘呢 是有一些高低的 凹凸的 那有一些呢 就会是比较圆滑一点的流线型的 那其实呢 那轮盘呢 高速旋转的时候呢 它产生了一种 我们叫做气流 那么呢 那呢 那呢 有一次呢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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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船陀螺的轮盘呢 它就是说 喂 原来飞机里面呢 有些零件呢 和它很相似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呢 玩这个爆船陀螺的时候呢 给小朋友呢 多一点的联想的 那另外呢 陀螺本身呢 其实呢 它有多少年历史呢 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呢 以前玩的陀螺呢 就用木制的一构了 那现在的陀螺呢 就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组装的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会叫它做 超架构组织能力 是小朋友呢 未来的工作技能的其中一种 那什么叫做超架构组织能力呢 就是盛传 传统的特性 在上面再加新的元素 令它变得不一样 有没有吃过这个咸蛋黄鱼皮呢 应该都有吃过的 还有你见过呢 咸蛋黄鱼皮的包装 好像薯片包装那样的 咸蛋黄这一样东西 基本上在我们广东人 一些菜式里面 经常都会用的 黄金虾就应该是 咸蛋黄加鱼皮 两样东西很便宜的 你去一些潮州店 叫碟炸鱼皮的都是四十元 加一些咸蛋黄 顶碟都是五十元而已 但是只要把它变成一个薯片的包装 可以做到零食 随时拿来吃的话 那你就八二元你都给了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 就是将传统的咸蛋黄 再加传统的鱼皮 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加一个创生的元素 令它变得不一样呢 这一种我们就叫做 超架构组织能力 而爆船陀螺就是了 陀螺是以前本身已经有了 是的 但是它就由一个陀螺 将它拆件 变成三件再组装 那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创意了 旧阵时的陀螺就是拉绳使它驱动的 但是新款的陀螺是怎样呢 就要用一些发射器 是的 那利用发射器 它拉动一个拉环 或者是一条绳子的时候 使它下面这个机关转动 那这个机关转动的话 就带动到陀螺 是的 它转动了 那能量就会由发射器 传递到陀螺 那陀螺有能量的话 它就会转动了 好 那我试下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随便 就是找个陀螺 放在这里 然后很快这样一拉 陀螺就会落到对战盘那里 然后就不停地转动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教小朋友 学会一个能力 叫做观察 观察它是什么呢 陀螺正在转动的时候 它左右摆动的时候 幅度大不大呢 如果摆动得大的话 代表什么呢 就是它可能发射得不好 那当它转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把间歧 放在陀螺的前面 用你的眼睛去看一下 究竟这个陀螺是否平稳 那如果平稳的话 就像一块镜子那样 左右两边的影像是会怎么样 对称的 还有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用手机或者秒标 去将陀螺落到对战盘 开始稳定旋转的时候 就记录它的时间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陀螺可以转得多久了 因为那些小朋友 参加比赛的时候 经常都说 我要斗持久的 要拿这个持久性来的 那即是它要转得久了 那刚才我们拉这个发射器的时候 一拉动 是的 能量就会透过这个发射器 传送到给这个台课 那公式如何去计算呢 在我们科学里面 其实有一条公式很简单的 叫做F等于MA 可能如果读理科的家长都有听过 即是说能量是等于这个质量 乘以这个acceleration 即是加速度 那质量是什么呢 它的重量 它的面积 它的体积 它的陀螺本身的密度 都可以是一个质量 那至于呢 力就是 我们给它 那怎么可以令到陀螺的力 是更加大一点呢 那你就可以了 选择一个陀螺 重一点 面积大一点 是的 体积大一点 接着之后 你拉的时候 那个加速度是要快 是的 那你快的话 可以令到质量 乘以的加速率 那你就可以令到力 就会比较大 那力比较大 那你就可以多一点能量 传送到陀螺 那陀螺 那陀螺有多一点能量的话 它就会怎样呢 转得久一点 所以呢 如果你是和小朋友有玩过的话呢 你又怕整天觉得会输 其实很简单 一个家长 拿着个发射器 放一个陀螺之后 很稳定 站一点 很快地 拉动这个拉环 那基本上呢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输给你的儿子了 那刚刚就说过了 就是在能量转换那方面 那其实呢 和陀螺呢 和我们日常生活 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有多少小朋友呢 是会踩单车的呢 可能甚至乎有些大人 都未会踩单车的 那有一次呢 就有个和我的朋友 就聊聊天 那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叫郭浩廷 那他拿了这个彩虹战衣的 那有一次我就写了一期的文章 是关于这个陀螺 单车的 那我就问他 喂 这些孩子呢 很多都不会踩单车的 怎样可以帮到他呢 他说 很简单的嘛 如果车子要不停地转的话 那单车就不会躺下 那就可以保持到平衡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是说 小朋友呢 就要怎样呢 够胆踩得动的踏盘 令到车子转动的话 那单车就不会跌下来了 陀螺都一样的 当陀螺没有动力的时候呢 你就见他就跌下来了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就是了 给他一些动力 对了 给他一些动力的话呢 陀螺正在转动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陀螺是不会跌下来的 其实这个原理和单车一样 为什么呢 陀螺正在转动的时候呢 向下呢 就有个地心重力吸着陀螺 其实同时间呢 有个无形的力呢 在上面呢 拉扯着陀螺 令到陀螺平衡的 那这个力呢 我们有个名字给他的 叫做角动量 只要角动量存在的话呢 那他就能够呢 是可以抵抗到 那个地心重力 没那么容易呢 将陀螺呢 就是吸了下来 躺下的 那所以就可以 陀螺不停地转动的时候呢 他有个角动量产生的话呢 那陀螺就可以保持平衡的 那所以这一样呢 和日常生活呢 其实是很有关联的 那而且呢 你会见到呢 我现在用这个陀螺呢 它是怎么样呢 比较接近这个圆形的哦 那其实呢 当陀螺正在转动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攻击环的 那攻击环的设计呢 大部分呢 都是旋转对称图形来的 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旋转对称图形呢 看看你家里的那把风扇 那把风扇 那把风扇 有三块线叠的 而每一块线叠的大小 都是一样的 那把风扇呢 旋转一个圈的时候呢 它的影像呢 就会重叠三次 那这一种图形呢 我们就会叫做 旋转对称的 那而这个的爆船陀螺呢 很多的攻击环的设计呢 你都会看到它是 旋转对称的 那如果不是旋转对称图形 有什么问题呢 那它在转动的时候呢 那重心更容易呢 就是偏离了了 那那陀螺呢 那那陀螺呢 很快受到地心重力的影响 那怎么样呢 吸低它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陀螺呢 你可能呢 就那个稳定性呢 就不太高的 那所以呢 选购一个陀螺的时候呢 就要选一个 旋转对称的 攻击环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呢 就会有优势了 好了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 每一个呢 那个的陀螺 装嵌了之后呢 它那个的 軸心底盘的底部 那有些呢 我们会见它呢 就是硬胶啦 有些呢 就会是 软胶啦 好了 硬胶和软胶 又有些什么分别呢 如果呢 小朋友在学校呢 有玩过拆纸胶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就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了 一块软的拆纸胶 一块硬的拆纸胶 在同一高度 放手 哪块拆纸胶呢 哪块拆纸胶呢 会弹得高一点呢 嗯 答案就是 软的拆纸胶 会弹得高一点的 同样呢 如果呢 那个的軸心底盘 是用软胶制造的话呢 即是呢 它下了一个对战盘的时候呢 它呢 就可能呢 弹起上来呢 就会弹得高一点的 但是呢 如果好像这个 金属的 是的 軸心底盘 跌到这个盘 它那个回弹度呢 可能呢 不会这样弹来弹去的 可能一下子就是了 而且呢 是会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呢 硬胶和软胶呢 都会有所分别的 在这里考考你吧 那里呢 一家飞机降落的时候 它的车辿 它的车辿 究竟要硬胎 还是软胎呢 如果是软胎的话呢 你坐一架飞机里 就会很不安全 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 就会一旦摔下 才一旦摔下 那所以呢 飞机的轮胎呢 基本上 软胎都是硬的 那你可以降落的时候 就会比较稳定一些 那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原来不同的軸心底盘都会有些变化 有些的表面会比较阔 有些会比较幼 这代表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陀螺落到对战盘 基本上能够和对战盘接触的位置 就是軸心底盘的第一点 这一点越阔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两个陀螺的軸心底盘 和对战盘之间产生的摩擦力就会大了 大了的话 它的能量就会消耗得快了 那是不是很快会停 如果它的軸心底盘下面的位置 是比较幼小一点的 接触面比较小的话 就是说能量消耗就会少一点 它可能能量就会转得久一点 在这里有机会给小朋友去点 思考一下 究竟我怎样可以组合一个 属于他们认为最好的陀螺 所以它就可以任意配搭 拆了之后它可以互相组装 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很鼓励一下 就是小朋友玩这些陀螺的时候 可以我们做个表 去记录一下它现在是使用的 是什么的攻击环 什么的轮盘 什么的軸心底盘 组合了之后再下去发射在对战盘 然后量度一下个稳定转速时间 这个就是STEM的T-Technology 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收集数据 它收集了数据的话 它就可以知道 我怎样的组合可以帮助到它 更加容易达到持久胜利 甚至乎是一个的激爆胜利 还有玩陀螺的话 也要鼓励小朋友参加 相关的比赛 因为透过比赛的期间 小朋友是学习什么呢 收集数据 看看别人 怎样玩陀螺的姿势会好些 看看别人的组合是怎样的 然后看看别人比赛的时候 他的姿势 他落的位置是在陀螺盘的中间 还是在旁边 很多时候别人就会说 我霸中间就最好 能量消耗得少一点 对的 你是正确的 给我也会选中间 但是很多时候比赛的时候 你会见到别人可能用一个防手型的陀螺 让他霸中间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令到他 你离开对战盘 你就可能要用旁边加一个斜面 对战盘本身是斜斜的 如果你能够做到把陀螺落在旁边 透过斜面冲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有两个力 你就可以用这个本身的重量 再加上冲下去的力 就可以把陀螺撞走 甚至乎撞散 所以有很多策略性的东西都在里面 那么 来一次 请个朋友和我玩一下 就是这个爆船陀螺的对战 那你就知道 究竟对战的情况是怎样了 刚才大家看到对战的时候有两个情况会发生的 第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陀螺转得比较久一点 还可以停留一个盘 另一个就很快就没了能量 那其实没了能量的那个就输了 而另一场你又会见到就是 一个陀螺就已经在中途的时候就爆散了 你能够继续维持到继续转的话 而是没有爆的话 那你就会胜出的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组合 你可以去观察得到的 那再加上 在刚才一个对战本里面 大家互相撞击的情况 其实是面对很多东西的 例如有旋转运动 也有这个再用力和反作用力的 那如果小朋友将来是学这个物理的话 哇 绝对是一何 玩过陀螺的话 对这一方面都会比较清楚 那另外 那究竟陀螺是越重是好一点 为什么越轻会好一点 那这个其实跟巴士开车的原理一样 那如果一辆巴士 它比较轻的时候 少些乘客 那我司机要开车 他会怎样呢 那发动的巴士 令到它动的话 都会是快一点的 而要辆车去停的时候 都会怎样呢 容易一点 可以令到辆车煞停的 那同样 如果一个轻一点的陀螺 那在一个发射器里面 发射的时候 它启动力都会强一点 所以会快一点 落到盘子 它开始慢慢转的 那而反过来 一个陀螺如果比较重一点的话 就好像一辆巴士 再满了乘客 那司机要开车的时候 都要久一点 还有要多一点力 踩油车才会去的 那所以如果陀螺是重了的话 那小朋友 他要玩陀螺的时候 他拉那个发射器 就需要的力可能就要大一点了 那同时 陀螺的体动力是会慢了的 但是反过来 人家要撞击他的时候 会这么容易呢 有个二百多磅的双坡手企在里面 如果你只有一个 可能是一百磅的小朋友 去撞他的话 会不会这么容易撞开他呢 难一点的 所以重量和陀螺其实是有关联的 那我首先就是说了这个陀螺给大家听了 那剩下的时间做些什么呢 就和大家做实验了 好 想做些什么实验呢 让我预备材料先 待会告诉你 好 大家来到这个环节是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一个动手做小实验的环节 那我今天预备的材料 分别就有这个梳打粉 是的 食用的梳打粉 有这个白醋 那我们要预备一个密实袋 可以预备一张纸巾 一只匙巾 是的 工具来的 那我们做些什么呢 是会做一个会自己发脏的袋子 你一看到这个袋子是一个很平面来的 是的 不脏的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我打开它之后 那接着就会加一些白醋进去 那白醋加多少呢 那其实也不需要加太多了 是的 大概 好了 差不多就够了 是的 那接着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了 会用一只匙巾 就是将一些梳打粉 是的 拌下去的 那拌多少呢 一匙巾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个动作是要很快的 当我那些梳打粉 加了到白醋里 我们就要立刻 把这个袋子关掉了 然后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事发生了 这个袋子是否脏了很多呢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你可以在家里做的话呢 可以试一下熬下去的 是的 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要用你的眼睛 耳朵 去做一个观察 在五感观察法里面呢 其中两个 眼睛和耳朵 那你会听到呢 就是有声音产生的 第二样东西呢 是会看到呢 它是会不停地膨胀的 是的 那你说了 它会不会膨胀到会爆呢 那就要看回你的密实袋呢 究竟是 删得密密实了 那在这里呢 那其实呢 你会见它的形状就会是 加大了 那为什么会胀了呢 是的 那也可以呢 用另一个感官的 用一只手 摸一下 那个袋 你就会发现呢 它是冷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梳打粉和醋呢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来的 本身呢 梳打粉呢 就是 带有这个的减性的 是的 当它呢 加上这个醋 是酸性的 两样加上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 中和作用 产生了 那这个中和作用呢 是会怎样呢 是会呢 就是 是吸周边的热的 是的 令到它呢 会冻的 是的 冻的一个的中和作用 再加上呢 它会呢 就会不停膨胀 是的 你一按下去的时候呢 是很确实的 我想大力一点呢 再按的话呢 我怕它会爆 我就不会这样做了 而呢 这个中和作用的过程里面呢 是释放了一些的气体出来的 那就是那些的气体呢 令到它呢 就是膨胀的啦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你就会说了 玩完这个实验之后 那里面那些的物品 物质有什么用呢 可以拿来清洁啦 本身呢 梳打粉呢 它是一个简性的 那其实呢 拿来呢 做清洁呢 其实是一流的 那呢 拿来可能是厨房用啦 或者是洗一些 比较有油污的物质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开水啦 然后呢 就是不停地在那些油漬上面呢 擦 是的 从而那些油漬呢 遇到梳打粉之后呢 其实会起泡的 那些泡就好像肥皏那样 就是把一些污垢啊 油污啊 就把它冲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梳打粉是很有用的 但是呢 加醋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会相对之下呢 令到呢 梳打粉的清洁能力呢 下降了 因为一个是简性 一个是酸性 产生了中和作用嘛 不过 你看它呢 那个期间里面呢 是有很多的气体呢 走出来的 你刚才会见到那些泡啊 炸啊 那些声音呢 就正正是这个原理了 那我们有些什么情况下呢 会用到梳打粉混醋来做清洁呢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洗手间啦 那些渠啦 浴室那些渠啦 甚至乎厨房那个洗手盆那些渠呢 可能有一些的物件在里面呢 塞住了的 那你就可以呢 那做法就是 先将那些梳打粉呢 就撒进去那个渠里面 跟着呢 就是倒些醋 然后呢 你就怎样呢 塞住那个去水口 那目的呢 就是等它产生这个化学反应的时候 有大量的气体涌出来的话呢 就可以将一些的 难处理的一些的物质 将它冲走 那其实就是你用这个的气体突然间产生 是的 就可以做到一个通渠的效果了 那所以呢 呢 梳打粉和醋呢 经常都会在家里面呢 就是一些的家用清洁剂来的 那 是不是很好玩呢 那还有一个玩法的 你可以怎样做呢 如果呢 你在一个瓶里面 我们放了一些醋 大概可能呢 是50mm 50毫升那么多 之后呢 你就将那些梳打粉呢 倒下去 是的 加了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塞个气球下去的话呢 那就可以做到气球呢 就会吹胀了 那 这个实验呢 今天就是做到这里了 那 下次和大家做些什么实验呢 那你就记住看这个 Stamp生活解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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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